东北地区正经八百的沙猪菜菜呢 只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哈尔滨双城 接下来的几期视频 由里将带着大家走进双城 走进这座哈尔滨还未建成前 就已经存在 甚至后续影响了哈尔滨饮食结构的双城铺 双城铺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 这又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比较主流的说法 说的是在如今双城的东侧 有两座近代时期的古寨 达河寨和不达寨 这两座古寨消失后 直到清嘉庆时期 在现今双城的位置设立府衙 名义上将这两座古寨的后代百姓集中起来 建设这座府衙城寨 所以得名的双城 这是如今比较主流的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说 如今双城府的西边也有两座古城 并在古时那里就已经被称作双城子了 所以双城府得名于此 这一说法来源较早 同志二年便有对于西北角量古宝名为双城子的记载 对于大家相信哪一个 目前在还没有盖棺定论的情况下 可以随自己主观来做宜居 但优理个人更倾向于后者 毕竟时间维度上 虽然同志年间是第二次扩建双城 而非双城的城建开端 但对于达河寨和不达寨的源头说法 是民国时期编段整理的嘉庆年间 双城始建时的命名依据 所以优理个人更倾向于更早成文的说法依据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欢迎各位朋友们沟通评论 双城是一座 你刚来到这就会觉得 这地儿有点历史但不太多的这么一个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座非常值得深巴的 一座充满了历史故事与痕迹的小城 造成觉得这地儿没什么历史的误会 其根本原因还是如今的双城 在原始成建的更新发展上略显颓势了 导致游客如果是坐火车来到双城 第一个感官就是 我没来错地儿吧 但是双城的历史 只要我们打开地图 稍微拉开点距离 一座典型的大型城邦样貌 便会映入眼泪 如此方方正正的一座全长十多公里的 古老城墙痕迹 至今依旧没有消失 如果您是从双城部火车站坐火车 来到双城游玩 出站后沿着主路一直往下三公里 便到了双城刚刚建成时的北城墙北门 虽说如今的双城四座城墙大门只剩下两座重修与修复后还存在的城门 但一点也不耽误我们来了解双城在刚刚出生时的样貌 双城在刚刚建立之初并不是一所要向北通往哈尔滨的驿站 实际上那时的哈尔滨还要在过80年左右的时间才会发生真正决定命运的巨变 双城部的建立当时主要是清政府要向北开放的同时 需要有一所与北方第一大城市阿勒楚喀城进行中转与联系的交通城市 那因何选中如今双城这块地方呢 答案是双城如今的位置 它既能连接东侧的东关驻地与阿勒楚喀城 又能连接南侧当时的吉林亚门 当然它的主要任务便是与阿勒楚喀城联系 所以东门城旭门是最早的城门 也是双城地区乃至环哈尔滨市全部范围内 唯一在建筑主体上还是老物件的一座城门 甚至在文革期间前来拆除这座城门的队伍 无论何人只要登上这座城门 但凡是要抬手破坏者皆会投婚眼花 这也是双城百姓口中城旭门被保留下来的一个小故事 相传在城旭门的小楼内 自嘉庆年间就摆放着一座狐仙牌位 四块户时还雕刻着岸八仙 传说当年在建造双城堡时 当地残政完全不足以承担建设 是仙家相助才将双城堡建成 于是有一种说法说 双城的东门城旭门是仙家的门户 先不说是否这有其事 自城旭门无人敢拆后 百姓们就把它当成真事去看待了 所以如今不论如何在城旭门的东南西北 你都能看到烧纸的上香的 祈福的红布裹着的等等等等 民间自发的活动 双城堡第二个建成的城门 就是南门永和门 双城堡建成之初 这片地区还归吉林衙门馆 南门便是双城堡通往吉林将军衙门的要道 不仅如此 双城堡建的官员进京城 也是出南门 到吉林 过铁岭微圆埔 出上海关这么一条路线 抗战之后 南门永和门仅剩仅灭残垂不全的南墙 后续索性便全部拆除 至今也未在重建 如今这里是宽广的交通要道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城街安排 把这条主路变成一处转盘道的话 相信也没什么机会再去修复一座南城门了 西门城门门是清朝时期 工商界人士在双城的要道 也因此直至维满时期 西门和西门外的国内外产业种类丰富 也是双城地区当时最繁华的一个方位 城门门虽说战后完全被摧毁 但是如今我们仍能看着一座 按照记载修建的一座与城旭门对称的西门仰望 北门永志门 他是和城旭门在同一时间准备拆除的 结果他就没有那么幸运 拆他的各个神情气爽没有头晕的 开了个玩笑 实际上永志门在东北沦陷之前 就因为年久失修面临倒塌了 后来在1929年就干脆给拆除了 由于当时双城北侧的哈尔滨 已经成为了东北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所以在修复双城北门的操作上 就放弃了传统城门的建筑风格 而是改为了能够满足车辆通过的模式 建立了一座牌楼 聊到这儿大家发现没 双城是一座很能够直接讲述 中国封建史 近代史 近现代史的一个结合地 封建早期 这座城市的诞生就是为了在黑龙江和吉林开荒 四座城门的用途就是用来运送粮食 和方便农民向四处扩散 城建成型后 双城有了不同的阶级 这四座城门又有了不同用途和规定 不同阶级走不同的城门 近代动荡期 各座城门又更新出来了不同的用法 甚至不得不迎合外面世界的变化 拆毁城墙 扩大城门 双城城建的历史过程 就像大清帝国从初始到覆灭的一个小小缩影 而在我看来 真正让双城名声大噪的 甚至在历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事件 要从双城浦火车站跟大家讲起